其實翠月中心這裡每年都是深圳其中一個有花市的地方 而今年可能因為疫情過了的關係 暫時看上來遺棄的範圍也是比往年大很多 今天又繼續帶大家逛逛福田區 看看這裡和疫情之前到底有什麼變化 首先帶大家回到福田口岸 其實在疫情開始沒多久之後 福田口岸這裡多了一條地鐵線 就是我身後面的10號線 這條線最遠可以去到龍江區的平湖 你也可以選擇在這裡乘三個地鐵站 去到東瓜嶺站 那裡很近在疫情之前 有不少香港人都喜歡去打卡的森葉上城 不過提提大家 如果想乘這條10號線 就不要一出關口就直接到地鐵站 當然關口那一棟大樓裡面的地鐵站 就只可以通到4號線 如果想乘10號線 就要由4號線的B出口 出到來之後 過一條馬路 來到我身後面的C出口 才可以進去乘10號線 之後就帶大家來到福田區最大的商場 卓越中心 這個商場其實在疫情之前就已經開幕了 但在疫情之後就有兩大變化 第一就是它終於有地鐵直接駁通了 以往疫情前要來卓越中心其實都有少少麻煩 首先是可以乘地鐵去到匯戰中心站 由A出口出到來之後 穿過連城新天地 再穿過另一個商場叫做黃庭中心 才可以去到卓越中心的B1那一層 而那個位置其實現在是開了一間進口超級市場 OLED的 所以如果想進入真真正正的卓越中心的商場範圍的話 其實還要穿過那個商場 不過今時今日大家就可以考慮乘到江夏站 由B出口出到來 就直接來到卓越中心的B2那一層 所以我剛才也是在福田口岸上搭10號線 搭兩個站就來到這裡 而第二個變化就是 開多了另外一個區域 北區 北區這一邊戶外的部分相對而是比較多的 因此就可以吸引到不少高檔西餐廳 咖啡和咖啡店在這裡落腳 假如是比較喜歡在戶外地方飾野 有個一種很Chill的感覺的話 北區這一邊就比較適合你多一點 其實卓越中心這裡每年都是深圳其中一個有花市的地方 而今年可能因為疫情過了的關係 暫時看起來圍起的範圍也是比往年大很多 似乎就比起前兩年更加有看頭 因此假如過年之前那幾天大家是身處深圳的話 就可以考慮過來這裡逛逛花市 翠月中心在疫情之後 亦都開了不少我覺得都值得一試的餐廳 例如有原名肥西龍毛雞 裝修美得好像酒吧一樣 但其實就只是買兩送飯的餐廳 主打手機飲品的阿媽手作 還有在宣傳方面 野野都追著海底撈來打的巴龍毛肚火波 他們那些出品我試過都覺得是一點都不差的 只不過價錢可能會偏貴一點 但對比香港來說都是算抵食的 因此大家遲些上來玩的話 都可以考慮過來試一試 之後就來逛一逛深圳最多打工人出沒的地下街 連城新天地 這裡的店鋪和疫情之前變化都幾大 而且新進駐的一些餐廳 假如你去多幾個商場 你就會發現 你在其他商場 周不時都會撞見他們 例如有來自加拿大的咖啡店品牌 Tim Hortons 主打蘭州拉麵的陳香貴 主打陝西麵食的老碗會 和主打鴨血粉絲湯的蘇曉月等等 當然還有現在深圳其中一間最紅的麵包店 聲稱是由米芝蓮大師傅所開的卡馬王子 這些品牌有不少 都是短短在疫情的三年之間 一口氣開十幾二十間分店 之所以可以一次過開這麼多分店 皆因現在大陸的餐廳 很多時候都是先做起了名字 然後就想盡辦法走去融資 找些人來投資 然後拿了投資的那一筆錢 一口氣離開很多分店 來做起個勢 再去找其他人來投資 這樣滾雪球的形式慢慢滾下去 越做越大 而這樣的經營模式 亦都導致現在大陸 在一些大城市裡面 小店真的越來越少 而一些連鎖店 真的越來越大 大到甚至有一種 差不多可以壟斷整個市場的趨勢 這樣的經營模式 是不是一件好事來的呢 老實說 這些連鎖店 通常出品就肯定沒有小店那麼好的 但是反過來 我自己就覺得連鎖店的衛生出品 稍為會有保障少少 因此我之前在深圳疫情爆發得最厲害的那一段時間 如果我真的要外出吃飯 都會選擇來這些連鎖店吃 因為貪拒衛生肯定有保障 員工的口罩也肯定會戴得好一點 亦都是令到我到了今時今日 都暫時還未中招 雖然連成新天地的店鋪 變得這麼多 但是仍然都有一些店鋪 是這麼多年來都沒有變過的 譬如那兩間全香港人都認識的 大家樂和大快活 我真是第一次上來深圳 已經見到他們在這裏 而直到今時今日 他們仍然仍是健在的 最後帶大家來到深圳第一高樓 平安中心底下的商場 這裏和疫情前最大的變化 我想就是 在博通地鐵站最底下的這一層 在疫情之後沒多久 就變成了一個主要開滿了 一些比較高檔少少的快餐店的美食廣場 但是可能由於平安中心本身的商場設計問題 人樓永遠引導不到下來美食廣場這一層 因此就導致這一邊的餐廳嚴重地很難去生存 今天來到就發現 超過一半的餐廳都已經倒閉了 而商場樓上那幾層就更加靜 本身平安中心是很有野心的 想著把這個商場搞得有點像香港IFC 是開滿了一些名牌子 奢侈品品牌的店鋪 但是奈何平安集團本身就不是搞商場出身 因此名牌子也沒什麼興趣走來show它 也都導致整個商場其實開了四年多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仍然都有非常之多的急討 而商場為了令到看上來沒那麼急 因此就將部分的急討 就用來搞一些藝術展覽 整個商場稍為有一點點引氣 我想就是餐廳這幾層 但是對比起疫情前那些人樓也都差了很多 譬如以往排隊排得非常之厲害的桂滿龍 我在前年就有來過試吃過一次就發現了 以往平日都是大排長龍的它 現在也是完全不需要排隊 甚至有不少吉凱 而今天來到也都發現了 有好幾間之前都有一些人流的餐廳 今天也都已經拾了一顆了 這裏之所以會剩得這麼厲害 我看過網上有些人分析 就說覺得是因為這裏的升降機是奇萬無比的 如果以前有來過吃鬼滿龍的人都知道了 那一部升降機真的分分鐘 你是要等整個多兩個小時才可以入到升降機 就搞到那些比較心急的人沒有什麼興趣 過來這裏吃東西了 好了今集就來到這裏 如果想了解更加多深圳在疫情之後的變化的話 就可以在這段影片的info box 找到我以往出的其他影片的link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